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iltime 非台组织是由来自菲律宾的黄奇尼在台湾成立的网路社群组织 一开始是为了让同样来到台湾打拼的姐妹们 可以有个青涂新式的平台 舒缓在异乡生活的不安 有一些很多样心没有办法开了 还有很多会想不要活了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做这个Filtime就是给他们一个家 可以听他们的问题 然后可以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 大家可以真的好好的生活在台湾 受到信仰的影响 黄奇尼一直想从事关怀与帮助他人的事情 来台后她更没忘记家乡的同胞 因此非台组织的姐妹们 也在她的号召下开始投入公益活动 主动捐出二手衣物 玩具用品等等 尽自己绵薄之力 帮助菲律宾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 这个是鞋子 好 然后里面还有 对啊 里面还有玩具和帽子 哇 来来 来 好 要跟伯父说谢谢伯父 谢谢 每一次收到捐赠物资 黄奇尼就会开始分类 一一拍照上传 在非台组织的网页上 分享大家的爱心 这个东西都是要帮忙我们的小孩子 在菲律宾 还有很远很远在山上的家庭 因为比较不方便下来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三种的东西 我们Filtite Organization在收 第一个就是不需要的衣服 第二个就是玩具 然后第三个就是pencil 蜡笔 一样可以这些收入 个性活泼的黄奇尼 从小对未知的世界感到好奇 2002年在菲律宾 师范大学毕业后 就决定远渡重洋 来到陌生的台湾 除了想累积工作经历外 他更希望能够亲身感受 这片土地的美好 他们知道你是新出民朋友 问你然后他们还会介绍 这里会讲英文 如果他们会知道你是菲律宾的话 他们会说来这里他会讲英文 可以可以帮你 让你需要什么 还有帮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台湾ID 如果我老公不在的话 我自己都可以帮你 因为一定有一个服务人员会愿意帮我 那个就是我我觉得最棒的东西台湾有的 在台湾工作的期间 黄奇妮认识了先生黄振伟 2007年两人决定组织家庭 共度下半辈子 黄奇妮有感于自己在台湾 落地生根的幸福 也希望将这份踏实感 透过飞台组织 传递给其他的同乡姐妹 我也会感谢老公 因为那时候怀孕 我还是在收东西 还是放东西 真的他觉得不要 或者我身边都一样 都在自己收 自己整理 自己放 自己分 花蜜其实我没有觉得累 因为我的心在想 有人愿意成长活动 已经很棒了 我是一样帮忙发这个计划 或者活动 一样successful 或achievable 一样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应该我要做的 目前飞台组织有三大公益计划 捐赠衣物给贫户 捐赠文具给学童 以及捐赠食物给幼儿 一开始都是由黄奇妮 将物资整理好货风箱 寄回菲律宾 由家人代为捐赠 直到2013年 他才有机会回到菲律宾树 亲自把物资双手送上 可是我不要给大家觉得很可言 因为他们不可言 他们很开心 其实我2013年去这个地方 看到他们多开心 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不方便 不方便买的这个其他东西 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还有因为我们那里就是 应该大家都知道 零薪水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最重要就是吃饭 可是我们会问他们幸福吗 他们看得真的很开心 看见孩子们拿到物资时 脸上那一抹纯真的喜悦 带给黄奇妮难以言喻的欣慰 更转化成为她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然而公益活动持续九年 黄奇妮渐渐注意到 捐赠的二手物资明显短少许多 这让她忧心不已 然后衣服以前呢 也不会这样那么少 以前真的很像一个Mountain 在我的House里面 因为好多个 然后小朋友的衣服很多很多 在那边真的需要 毕竟需要小朋友的衣服 以前不是还有汇集到 这样那么大像 都是玩具在里面 真的比以前她很多 因为还有 因为真的已经瘦九年了 所以真的会松弯 二手物资的短缺 让黄奇妮开始思考 突破困境的方法 她试着在网页贴文中 加入简短的中文说明 希望扩大触及范围 带动更多人一起参与 非台组织的公益活动 以前播的东西 都是菲律宾的语言 可是现在也会放一些 一点点的中文 因为我们就是要 有台湾朋友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如果他们看得懂 他们会比较开心 因为他们的心里会知道 原来我送的东西 是这样发生的 然后他们送到哪里 因为就是这样 我们听得懂 看得懂 我们心里也会比较 有安全的感觉 所以跟菲律宾的 现在的希望就是 不是只有菲律宾的一员 一样有中文 所以我还是要加油 妈咪 这里啊 那是爸爸 我可以看到 你应该可以 意识到语言与文化的不同 黄琴宁在怀孕生子 当了全职妈妈之后 脑海里更是冒出许多观点 想要和他人分享 因此他利用空闲时间 为独立媒体撰写专栏 一开始 我最有负责 让菲律宾跟台湾 结婚的 I Love Story 然后 我最有 2015年的 最后的一个quarter 就是月底改变 变成 Taiwan Exposed 中那个Love Story的时候 我觉得 大家都会看到 很开心的故事 觉得意识 Purpose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想 别的办法 我想 应该要写 不一样的 就是真的会 让一个人 看这个article以后 会学到东西 不是只有菲律宾 还有台湾人 大学时期 主修社会科学 让黄琴你懂得 用更多元的角度 观察台湾与菲律宾 两国的生活 与文化差异 What's that? Duh Duh Very good What's this? 这个我在讲那个婚姻 好像一个合作 Business合作 那我九年的经验 到现在都没有听过 有一位我的朋友 他有这样的合作 都是单恋爱的 可是在外面 有人 还是会有人 会问 结婚多少 应该觉得 这个article 我希望说 这个印象会改变 透过文章 希望破除部分民众 对跨国婚姻的刻板印象 以新著名的身份 撰写跨文化观点专栏 黄琴你说 其实她也是鼓足勇气 才进行大胆的尝试 无非是希望能够 带动后续的议题讨论 这个一个姐妹就说 有人问我那个 我觉得不会不舒服 我觉得我会跟她 面对跟她说 结婚是因为有真爱 才会结婚 应该也有 一样好的印象 给菲律宾跟台湾的 从网路社群组织 到为独立媒体撰写专栏 黄琴你都在想方设法 化解台湾与菲律宾人 观念上的歧义 希望能促进两国人民 友谊的增长 我希望说 更多台湾人朋友 会认识更多菲律宾人 在这里 然后他们会知道 也会听到他们的想法 他们也有一样 很聪明的那样子 我觉得他们的印象 对着菲律宾 一定会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要讲到 一个可以做 跟一个不能做 这可以有永远的爱 2016年 黄琴你发起网路短片的录制活动 邀请台湾的朋友 与菲律宾的姐妹们 透过影片 响应支持 并且参与议题的讨论 我现在要 想知道 你觉得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爱的话 两个人不只要互相喜欢 还要 更进一步去 包容对方不好的地方 哇 这真好 在黄琴尼的规划下 不管是时事 或是热门议题 都可以进行跨文化的讨论 让活动的参与者 能够了解彼此的想法 黄琴尼的先生黄振维 也出手帮忙 将活动留下完整的记录 我认识他很久 包括也认识其他的新住民很久 我大概知道他们关心什么东西 关心的就是家庭 然后跨文化 还有沟通这一些 那我想这个 非诱泰TV 大概谈论主题也是这一些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新住民 觉得非常重要的地方 整个讨论过程都会做成影片 上传到网络平台 方便更多人观看 希望能借此引发更大的回响 就是黄琴尼最大的心愿 不是只有菲律宾 台湾人还有其他国家 真的非常欢迎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台湾 上红 我们应该都有一样的希望 我们可以帮忙 还有可以开心 真正的开心 那应该我们感觉到家人 一个家 拥有安全感的感觉 因为台湾就是我的家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湾是我家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israel 打赏 israel 时速写nt 没有使用 转发 打赏